东汉建安五年十月 曹操在关渡以弱势兵力被动应战 击败了北方霸主袁绍 整个北方原本原强曹若的实力格局 至此发生改变 但此时袁绍还具备相当强的实力 援军沿着黄河布置防线 曹军甚至难以越过黄河一步 要彻底扭转强弱之势一统北方 曹操仍需要等 等待良机 建安七年 袁绍病死 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权势互不相容 原本就不甚稳固的袁家势力内部 离心离德更为涣散 这让曹操看到了将统一北方的可能 变为现实的希望 善于把握机会的曹操 随即开始有意识地着手展开对袁家的进攻 曹操的目标很明确 跨过黄河 直接攻取袁家政治中心叶城 彻底摧毁袁家的根基 这一次攻守之势倒转 曹操进攻 袁家防守 谁能占据上风 袁家是否简单任人宰割 曹操还能实现关渡之战时的辉煌吗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袁绍虽然在关渡之战失败 实力依然非常强劲 袁绍身子 他的几个儿子继承了他的领地与军队 哪怕曹操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 也不敢贸然行动 而是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攘外必先安内 进攻庞然大物 袁家曹操只能全力以赴 任何突发情况都可能使精心策划的战士毁于一旦 因此对曹操来说 进攻叶城之前 必须先巩固几方统治区域的周边防务 消除一切可能爆发的隐患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叶城之战打响后 自己不会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曹操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在南边 关渡之战期间 袁绍曾派遣刘备深入许都以南 带领游击队骚扰曹操的后方 举重响应刘备的各地力量中 汝南黄金鱼党刘僻 拼、拱都等最强 对曹军后方起到的破坏最为剧烈 曹操起初不以为意 曾派遣部分军队 对刘备以及汝南黄金鱼党展开攻击 却以失败告终 曹操摆正心态 又派遣大将曹仁进行重点进攻 果然马道成功 击破刘备以及刘毕 拱都党 迫使刘备逃亡 依附荆周母刘表 将局势稳定下来 建安七年冬 刘备卷土重来 北上进军到夜线附近 冰封直指曹操的大本营许都 企图牵制曹操继续进攻原家 曹操让心腹大将下侯盾引击 没想到下侯盾大义轻敌 在博望坡遭遇刘备伏击大败 幸亏在后方预备的离点 及时驰援才将刘备驱逐 巩固住了防线 从此以后胆战心惊的刘表 刘备没敢再轻举妄动 在西边建安七年五月 袁绍在悲愤交加中发病 呕血而死 袁绍的三子袁绍接替老爹出任冀州刺事 并指派河东太守郭元 并州刺事高干 联合男匈奴缠于 呼出拳 大举进攻曹操占据下的河东郡 还暗中联络 梁州 马腾 韩岁等军阀 一起行动 声势浩大 曹操认定对方是一群乌合之众 并不慌张 见招拆招 委任私立校尉中摇 节制关系的军务 不仅将呼出拳围困在平阳 还大破赶来支援的郭元 最终迫使呼出拳投降 稳定了西边防务 在东边 当与袁绍相聚于关渡时 曹操任命的狼牙像 赃霸多次以精兵骚扰 属于袁绍地盘的青州 防备袁绍的青州兵力 从侧面进攻 使曹操得以专利对付袁绍 曹操谋攻打叶城之际 也让赃霸在东边 以攻为首 继续稳固战线 南 西 东 三面都有了妥善安排 接下来自然能无所顾忌 全力向北挺进 曹操备和军事部署的其他准备 主要有三点 第一 规范讲成制度 激励将士斗志 关渡之战 曹操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可谓险胜 当时 许多以及军队中 都有不少人与袁绍暗通书信 为自己留了后路 曹操清醒的知道 防御战的险胜 不等于进攻战的必胜 要攻取叶城 彻底消灭袁家势力 必须进一步激励将士斗志 提高全军战斗力 为此 曹操抓紧颁布了 后无后将士令 赏攻罚罪令 等一系列条例 用来规范讲成制度 这些条例严格但不残酷 甚至十分富有人情味 在加强军队纪律的同时 无疑能够赢得全军将士的向心力 第二 疏通梁响运路 兵马未动 梁草先行 在冷兵纪时代 交战双方的胜负 往往取决于梁响攻阴的充足与否 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尤其如此 关渡之战 曹操正面无法击败袁绍 最后在己方梁响仅够支持一个月的危机情况下 成功偷袭了袁绍的屯粮重地乌潮 才取得了胜利 这次客场作战 相似的战机不大可能再次出现 因此 曹操为保证夜城之战的梁响供应 做了充分准备 大力修缮虽阳渠这一重要的水运通道 水路运输高效快捷 通畅的水路运输高效率的保证了前线的梁响供应 第三 利用袁家内部矛盾实施各个击破 派系林立是崛起过快的袁绍势力的一大特点 此特点进而影响到了袁家的兄弟间的权力争夺 袁绍在世时就已形成的长子袁潭 幼子袁尚两大派别之间的矛盾 在袁绍死后逐步升级 一开始 袁家兄弟尽管有矛盾 大体还能并力抵御曹操的进攻 但当曹操采纳国家建议 放缓攻势静观其变后 袁家兄弟的外部压力减弱 果然很快从窝里斗演变为相互攻伐 双方的矛盾剧烈恶化 袁尚继承了袁绍最多的遗产 实力强过袁潭 袁潭无计可施之下 到了向曹操求援攻击袁尚的地步 曹操求之不得 不但为自己的儿子求取袁潭的女儿 还以援助袁潭为由 正式出兵北上 直屈袁家基业所在 袁尚的大本营 叶成 曹操对袁家的最大攻势随之到来 曹操深知 作为袁家的大本营 袁绍 袁尚父子 常年经营的叶成 兵多成奸 绝不是轻易可以拿下的 叶成之战必然是一场大战 一场恶战 一场攻坚战 要抓住取胜的关键 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捕捉有力战机 要做到这一点 前期的试探性进攻不可或缺 建安六年至建安八年 曹操针对袁军前后有过三次主要的试探性进攻 关渡之战结束不久 曹操便曾经在黄河上击败过袁军 这是曹操第一次试探性进攻 目的在于摸清袁军关渡大败后的防河能力 袁绍去世后 袁潭自号车骑将军驻军黎阳 曹操对他连续发兵进攻 数次击败袁家兄弟 这是曹操第二次试探性进攻 目的是把握袁绍死后 袁家整体的防御水平 曹操的第三次试探性进攻 攻打的是援军前线 重要军事据点 李扬 李扬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他位于黄河北岸 既控遏着黄河上最大渡口 又是叶城的南部门户 只要将李扬拿下 进攻叶城的主动权就稳操手中 经过激战 袁家兄弟败走 曹操追击他们直到叶城 当时曹军诸将摩拳擦掌 都想一鼓作气趁势攻城 但曹操仔细考虑后 觉得时期还不成熟 采纳了谋士郭家的建议 只是收割完叶城周围的麦子 并留下部分兵力把守黎扬 主力大军则撤退许多 这次进攻的实质性收获 是占领了前少黎扬 为后续的军事行动 提供必要的踏脚石 经过三次试探性进攻 以及为期三年的充分准备 曹操对袁家的虚实动若观火 对叶城之战 已经抱有极大的信心了 下一步曹操的全面进攻 就要展开了 建安九年二月 袁绍一伯的继承者袁尚 留部下沈佩 苏游防守大本营叶城 自己率军攻打平原国的大哥袁潭 曹操敏锐嗅到了进攻叶城的时机 立刻挥师北上 因为黎扬这个前少站在手 曹军一路锁向无阻 迅速推进至 距叶城武师里的环水扎营 威慑叶城 黑云压城城欲催 援军首将苏游赶到原家大势已去 与曹操暗通消息 远违内应 配合曹操拿下叶城 但因形势不密 被审配察觉 两人各带兵马在城中混战 苏游失败 突围投奔曹操 曹操 曹操认为 叶城内乱局势不稳 是攻城的良机 毫不迟疑 带兵快速挺进叶城 在叶城南面堆土山 绝地道 发起全面进攻 但援军的主将沈佩 尸块硬骨头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曹军 毫不畏惧 一面极力抵抗 曹军土山的箭雨 一面在城内挖豪欠 阻截曹军的地道攻势 双方你来我往 互互相让 战事进行震撼 援军有人私通曹军 放了三百曹军进城 被激警的沈佩发掘 立刻命令士兵 关闭城门 推大石头阻盗 已进入城里的曹军 随后被全部消灭 正因为沈佩的极力抵抗 曹操原本一举拿下夜城的计划 没能实现 不过 曹操毕竟深谙掏掠 正面强攻不奏效 战略眼光 并没有因此局限 而是视线转移到了别处 当时 袁尚军部分兵力驻扎茅城 维持从上党军通往夜城的梁线 源源不断地从北面 向夜城援军输送梁响 另外 还有部分兵力驻扎邯郸 作为夜城的后援 曹操留大将曹洪继续攻城 自己则分兵进击 武安 茅城 邯郸 以扫清外援 孤立夜城 武安 邯郸两地很快拿下 夜城援军的后援被打掉 接着又攻破茅城 掐断了夜城的梁道 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战功 本来归属云上的 翼阳县援军 被曹军的威势震撼 局限投降 曹操得到启发 又采纳徐晃的建议 对投降者施加赏赐 希望用千金买骨的举动 招有更多人的主动投降 没想到这一举动 却为曹操调来了大鱼 黑山军主帅张燕前时表示 愿助曹操攻打夜城 黄金之乱后 全国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在冀州太行山脉 就有黑山军自成势力 这些黑山军大者两三万 小者六七千 具备攻城掠地的战斗力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张燕正是其中 最为强大的一股力量 由张燕相助 曹操扫清夜城周边 无疑更加顺利 此阶段 曹操在攻城不能速胜的情况下 没有死磕 而是随机应变 率领主力清扫夜城外围 断绝夜城与外部的联系 完美达到孤立夜城的目的 以此变相削弱夜城的内外防御 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攻城 遇到的阻力自然会弱不少 曹军进展顺利 援军大本营摇摇欲坠 此时 带领主力军队在外的援上 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 曹操扫清了夜城外围军事据点 再度将矛头对准夜城 而且审时夺势 改强攻为围困 不但毁掉了此前工程用的土山地道 还在夜城周围挖凿欠毫四十里 出凿 故意浅些 让守城援军感到很容易愉悦 审配在城头看到排水渠一样低强的欠毫 大笑不已 认为对几军够不成威胁 因之也不懈出城阻止曹军修处攻势 却没想这是曹操的障眼法 曹操趁着援军无动于衷 命令将士用尽全力 竟然一夜间将欠毫挖凿道 宽身各打两仗 并且引张水灌满欠毫 彻底断绝了夜城内外的交通 审配知情后为时已晚 只能肝瞪眼 城中饿死者超过半数 危在旦夕 袁尚获悉 夜城危急 无法继续对袁潭的作战 不得已从平原撤兵支援夜城 为了让审配知道援军在路上 坚定他守城的决心 袁尚派主部李福遣回夜城 李福伴坐曹军都督混过包围圈 城上守兵用绳索引之入城 审配见到李福 得知袁尚回原夜城 悲喜交加 全军上下鼓噪称万岁 本来颓废的士气 重新振作 为了节约粮食 李福还建议审配将城中老弱 挑出来送他们出城 审配接受了他的建议 挑出了数千老弱病残 让他们打着白旗投降曹军 这是一张妙旗 如果曹操拒不接纳 明望会受损 反观援军则可节约粮食 但忍心将自己的百姓送出城 也足见审配为了守城立下的决心 李福夹杂在这些老弱中 突围而出 回去见袁尚复命 袁尚从李福口中 获知城中危急境况 带兵快速挺进 在距离夜城十七里的浮水岸边列阵 同时举火示意夜城守军 夜城守军见状 也举火呼应 见援兵到达 审配精神振奋 出兵城北 想与袁尚配合 曹操正愁隔着城池 没法杀伤袁军 终于等到袁军出头 当即迎头痛击 袁军野战失利 审配退回城中 袁尚也后撤扎营 曹操坚决贯彻了围点打员的策略 暂时放下夜城 转头猛攻袁尚 曹军如狼似乎反杀来 没有奸程作为庇护 袁尚感到害怕 派人向曹操求和 可是曹操此次兴师动众 为的就是歼灭援军主力 一口拒绝 袁尚没有办法 一退再退 曹操紧追不舍 直到再次将袁尚包围 交战中 袁尚麾下多名部将心灰一览 临阵投降曹操 袁军全无斗志 兵败如山倒 袁尚无力回天 只能带着残兵败将 逃往中山国 此阶段 曹操实施围城打员 不仅消灭了回袁叶城的援军主力 更给予了 叶城守军 精神上的巨大打击 战事进行至此 万事俱备 只剩下将 叶城这颗硬钉子 给拔出了 建安九年七月末 随着袁尚的援军溃败 咬牙抗拒曹军将近半年的叶城 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曹军缴获了援军主力 全部资重 和袁尚本人的日用器物 声威大振 为了进一步削弱 叶城守军的斗志 曹操将得到的 袁尚印寿 节月 及衣物等 用长杆高举 给守城援军看 守城援军本来就被困死 又失去了援军的希望 无不黯然失色 精神逐渐崩溃 叶城援军主将沈沛 却仍然不愿意放弃 极力弹压守军 做垂死挣扎 甚至在曹操巡视围城官兵时 差一点发案件将他射死 8月初2日 沈沛的侄子忍受不住漫长的煎熬 趁夜打开城门 接纳曹军入城 沈沛得之后大惊失色 与进入城内的曹军 展开激烈巷战 历尽被俘 曹军由此占领夜城 夜城之战 最终以曹军的胜利结束 其实进入这一阶段 占据绝对战略主动地位的曹军 夺取夜城 以城定局 即使没有内应 夜城迟早也要被攻破 关渡之战 曹操以绝对弱势兵力 被动迎战袁绍十万精兵的强势进攻 工业之战则不同 曹操以优势兵力 主动进攻援家的政治中心 冀州首府夜城 为了攻去夜城 曹操对自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做了总动员 名流于史的曹操的谋臣 战将几乎都参加了工业之战 谋臣有军师寻忧 冀州末 参司空军士贾许 司空军纪九郭家 魏郡太守董昭等 武将则有 剑武将军领河南引夏侯敦 广阳太守 异郎都齐曹仁 东中狼将 领济阴太守 都渡眼周氏 承玉 行中监将军张辽 行游击将军月进 偏将军于进 偏将军张和 偏将军徐晃 碧将军李典 都尉徐楚党 参加工业之战的谋臣将领之多 可以看出曹操对工业之战的重视程度 较关渡之战 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操将其麾下的人才资源做了统筹安排 合理配置 让他们各自的志勇都发挥到了极致 并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以最小的代价 圆满完成了攻占叶城的战役任务 叶城之战 曹操麾下流明于世的谋臣战将 几乎都参加了此次战役 他们在曹操统一指挥下 各失所长 密切协作 形成强大合力 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曹操消灭了原家的大部分有胜力量 并具有原家政治中心 冀州首府叶城 使原家势力失去了精神支撑 迅速走向了崩溃之路 此外 叶城是北方战略重镇 曹操将叶城拿到手 就此具备了在许都之外 建立由自己完全掌控的 政治中心的地理条件 使曹操终于摆脱了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制约 回归到袁绍相为 而未能为的邪天子 以令诸侯上来 曹操的实力 由此走上鼎盛 对后续一同北方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